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经跟下经 因为易经本身它有六四卦 但六四卦里面 如果我们看易经的读本 你会发现易经的读本其实分成上半部跟下半部 也就所谓的上经跟下经 那上经它总共大概有三十卦 而下经有三十四卦 所以这里头就令人很好奇说六四卦除以二 那如果分上下 不是上经应该三十二卦 下经应该三十二卦才对嘛 可是呢 为什么易经的上下究竟是怎么分的 它的上经有三十卦 但是下经却多了四卦 变成三十四卦 这是什么原因 那当然这里有很多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呢 因为易经的上经 从第一卦 第一第二卦 乾坤到二九三十 所谓坎尼 从乾坤到坎尼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天地运作 宇宙的运行 所以呢 因为上经讲的是宇宙形成万物 宇宙怎么生成万物 所以呢 它是始于乾坤 终于坎尼 那天地就是乾坤 乾坤是万物的祖宗 那坎尼做结束 为什么呢 因为坎就是月亮 离就是太阳 所以天地生成最后就是月亮跟太阳形成 还有地球叫人类 所以呢 上经就是始于混沌初开 所以乾坤就是天地玄黄 宇宙逢荒 那坎尼呢 就是所谓的日夜生成 所以呢 上经就是始到三十卦 因为为什么 因为上经讲的是宇宙生成的道理 因为呢 离为日 坎为月 那离为白天 坎为晚上 那这个春秋 寒暑 阴阳 像这个都是 可以用这个坎尼来当作它的卦象 所以它代表日夜 代表呢 这个天象也好 自然也好 运作的日常 这个就是所谓二十九卦跟三十卦 所以第一个原因呢 有人认为上经之所以三十卦呢 因为上经呢 始于混沌初开 终于日夜生成 按照玉经的排序方法 到了日夜生成的时候 正好是三十卦 这是第一种说法 那夏经呢 它是从人类的生存 所以它始于这个贤卦 贤卦代表男女生成嘛 然后终于这个季季未季 那这个所谓 这样加起来 也就所谓的三十四卦 所以夏经是讲什么呢 讲人类的生存发展 那人类的生存发展 就是从贤恒二卦开始 贤卦是代表男女关系的 所以代表家庭关系 那第二呢 就是第二是恒 恒的意思就是说家庭恒久了 所以疫情呢 象征着家庭的长长久久 所以它是始于这个所谓的贤恒两卦 但是终于季季跟未季 季季呢 是六十三卦 但六十三卦之后呢 为什么不是放最后一卦 因为还没有完 另一个新闻开始 所以六十四卦就是未季卦 那从这个贤恒开始呢 到未季 到这个记忆未季 代表呢 从男女之死的夫妇之道 所以呢 贤恒代表呢 长男动于外 长女柔顺于内 所以呢 代表男主外女主内 所以六十四卦的一个气象就是这样 那因为他是 疫经的男女呢 他并不是平等的啦 疫经并不讲男女平等 疫经是讲男女有卑啦 就照功能性取向 男生有男生要做的工作 女生有女生要做的工作 所以他讲男女有卑 但是他却没有讲男女平等 所以因为在功能性的分工之下 所以他就从这个弦卦跟横卦开始 然后一直到所有的事情圆满结束 那就是所谓的记忆 但是圆满结束之后呢 还没完 因为下一个的天地 下一个轮轮要开始 所以他最后一卦就是所谓未记 未记就是还没有结束的仪式 还没有结束的仪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如果我们去看这个贤恒两卦 他常常会写到三个字叫 娶女吉 也就是对女生很吉祥 娶女吉 他都有这三个字 也就是说 他代表夫妇之道 或者是男女之道 一定要尊重女性 尊重女性 要尊重女性才会得吉 所以这是他挂词的意思 那这个到最后的时候 他说君子要戒慎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要以为大功告成 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他说大功告成这件事 只不过人生当中一个短暂的存在而已 更重要的是你还有下一阶段的路 那下一阶段的路可能不是你 而是下一代 所以他六十四卦就未记 那从贤恒到记记未记 这样就三十四卦 所以这是第一种说法 就是讲说上经是代表宇宙运行的次序 下经代表人类文明运行的次序 上经刚好是三十卦 下经刚好是三十四卦 所以这是第一种说法 第二种说法是根据《易经》的潜着度 我们之前很早以前曾经跟大家分享 这个也非常重要的尾书 叫潜着度 易经的尾书非常多 但是潜着度非常非常有名 所有易经的解释 基本上都出自于潜着度 那潜着度是谁写的 已经不知道了 有人认为是孔子 或孔子的弟子所写 那根据潜着度的记载 他说潜着度说 他说一卦六四卦奔上下 为什么奔上下 因为象征阴阳 他说辅阳道存阿齐 故上篇三十 所以向阳也 他说阴道不存阿吾 故下篇三十四也 根据这个潜着度的意思 他说 一上经之所以三十卦 因为有个三 这个三是什么是奇数 谢谢 因为这个上经代表阳数 阳数必须要存而齐 存而齐当然是三 所以上经就是三十卦 下经他因为不存阿吾 下经是代表不存阿吾 为什么不存阿吾 因为下经不存阿吾 所以下经就三十四遍 所以他说这个法因也 所以潜着度认为说阳三因四 上经是阳三 下经是因四 阳三的意思就是三十卦 因四的意思就是三十四卦 所以三配三十四配三十四 所以他就这样讲 但是为什么是阳三因四 为什么阳三的三是三十的三 而不是三的三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那我自己在看法 是在潜着度可能有点牵强互惠 也就是他看了半天之后 他也不知道上经为什么三十卦 下经为什么三十四卦 所以他就想了一个理由 这个理由就是所谓的 这个阳三因四的理论 那阳三因四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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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阳其因偶 那刚好是一个三十卦 就一个三 一个三十四就一个四 所以他就这样子说 这第二种说法 是潜着度的说法 那也有人对这个 为什么他是三十 为什么潜着度这样解释 那这个郑玄 他就给他做个注释 他说根据郑玄 郑玄是郑康成 郑康成是医学的大师 根据郑康成的研究 他说山者东方之树也 东方日出为山 所以东方日所出 为什么叫做山呢 他说因为一个圆周 圆者静一而周三 方者静一而扎四 所以意思就是说 这圆周 圆周的一圈 它的圆周率 刚好是三 当然我们现在圆周率 是三也一四 也就是说根据郑康成的解释 他说因为天圆地方 所以天是代表圆形 圆形的圆周率就是三点一四 差不多是三 地方 第四方的 所以第四方一定是四 所以因为这样子 所以上经是三十卦 下经是三十卦 这郑康成的解释 因为郑康成的解释 他是解释了潜着度的说法 因为潜着度说 这阳山阴寺 那为什么阳山阴寺 那为什么阳山阴寺 从潜着度出现以后 到郑康成 这中间有100多年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那郑康成就把他解释出来 他说 因为山者东方之树 日方日守处 日守处 日守处 因为天圆地方 天圆 圆者静一而周三 所以圆的人 他直径 圆的直径 他的圆圆一圈是他直径的三倍 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圆周律 圆周律的概念 但是圆周律 他说三倍 那圆周律我们知道 目前是三点一四 这样一个数字 然后他说 地方 因为地方 所以方者一方四季 地方方方形有四个 有四个部分 所以他就变三十四 所以因为千年地方的关系 所以上经只能是三十卦 下经只能是三十四卦 但是这个有人说 那这个当然是郑康城的解释 那当然这也是 非常的 好像研究成立 但也有人相信 他的 他的经数是这样子 所以他说 这个之所以天年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天年之数三十 所以上经是三十卦 地方之数是三十 所以地经就三 下经就三十四卦 但是这个有人说 因为郑康城的说法 可能来自于河图 但是为什么是这样子 应该这么讲的 不太有人知道 为什么 不太有人就知道 不太有人知道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那第三种说法 是曾世强教授的说法 曾世强教授 他已经去世了 他也是疫经大师 根据他的说法 他说 如果我们仔细去分析 疫经的六十四卦 发现了疫经当中有四个卦 颠来倒去都是同一个卦 哪四个卦呢 他说这个乾跟坤 还有坎跟梨 乾跟坤 坎跟梨 这四个卦 他的颠过来 他的倒来倒去都是同一个卦 因为他的位置一样 所以疫经就把这四个卦 如果是把他做区分的话 他应该是三十四卦 但是因为这四个卦 因为颠来倒去都是同一个卦 所以他就从三四减掉四 所以就变成三十卦 也就是前卦倒过来还是前卦 坤卦倒过来还是坤卦 这个坎卦倒过来还是坎卦 这个坎卦倒过来还是坎卦 离卦倒过来还是离卦 所以这个乾坤离坎 他怎么翻呢 他就是同卦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乾坤离坎这四个卦 没有中卦 通常我们讲这个错综复杂 中卦是每一个卦都有 六四卦只有四卦没有中卦 哪四卦呢 就是乾坤离坎 他说因为乾坤离坎没有四卦 所以他要减掉四 所以三十四呢减掉四 所以他就变成三十 然后夏经里头每一个卦都有 都有都有都有 所以如果我们把乾坤离坎 因为这四个卦 乾坤是上经的最前面两卦 离坎是上经最后的两卦 他说如果把这两个卦 都把它当成有中卦的话 那上经也就三四 夏经也就三四 所以为什么上经跟下经 一个是三十一个三四 因为从物质的本体上来讲 乾坤离坎 翻来覆去就是乾坤离坎 他不会辨别的卦 所以他要减掉四个卦 所以他变成三十卦 然后夏经里面三十四卦 他总共有十七组卦 而这十七组卦里头 每一卦都有一个重卦 所以十七乘以二 他就是三十四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曾世强老师的解释 好像比较科学一点 所以他说在三十四卦当中 他说有两卦没有重卦 一个是中弧卦 一个是小过卦 其他的三十二卦 就是互为重卦 所以三十二卦除以二 就等于十六 所以十六加二还是十八 所以他说上经有十八主向 下经有十八主向 所以其实是平衡的 一定就是因为上经有四个卦 他是没有重卦 下经有两个卦 是没有重卦 所以从卦的现象来看 这两组的卦象 都是十八组 所以上经三十跟下经三十 已经在这里 当然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说法 那我们知道呢 曾世强老师对义经是相当相当有研究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数位的 这种安排 曾世强老师认为 疫情代表什么 中国人 华夏民族重视的是什么 男女的实质平等 而不是表面上的平等 所以因为中国人 重视男女之间的实质平等 而不是表象的平等 所以他就从功能性来分别 他说男生就让男生做专长的事情 女生就让女生做专长的事情 那这样子这个社会才进步 如果让男生做女生擅长的东西 让女生做专长的东西 表面上好像平等 但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平等 所以疫情所代表什么呢 代表人类男女之间的真正平等 这是曾世强教授的说法 所以他说 如果是让男生也去做女生的事 女生也去做男生的事 或男生的工作有一半给女生做 一半给男生做 女生的工作有一半给男生做 一半给女生做 其结果是 男生会非常痛苦 女生也非常痛苦 所以我们老祖宗就想到 不如让男生做男生的事 女生做男生做女生的事 所以疫情是什么 疫情是讲男女有别 但是他从来不讲男女平等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 这个疫情的上经跟下经 它具有非常多的说法 虽然它只是四个字而已 那我们跟大家分享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 第一种说法就是 根据疫情的说法 第二种说法是 潜着度的说法 第三种说法是 曾世强老师的说法 今天我们的疫情小字典 就讲到这个地方 改个段落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 加油 感谢大家